在今年還出現了這個血月的情況 血月是多兇險的一個這個現象 其實在庚子年今年 真的是有很多天有意象 那除了血月日環池 連天上烏鴉到處飛對不對 還有雷達雪 還有六月飄雪對不對 這些其他的狀況 真的是不升美舉 那麼先來講血月好了 這個血月古時候的人是講 血月的出現叫做 致寒致陰的情況你知道嗎 所以血月線的話 這個國之疆亡 而且國有亂象你知道嗎 氣勁的話如罪玉 就是你這個氣勢勁了之後 你就還要墮入地獄一樣 罪入地獄一樣 我們先來講一下 2014年發生了血月對不對 2014年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看15號血月16號南韓 就發生了四月號的船難 這個事情大了 這個四月號的 四百多個高中畢業生 他們要參加一個畢業旅行 後來那個船就這樣 青青青青青青 早上不到八點就已經發生了事情了 一直船紮船 就讓他這樣沉下去 沉到最後 runt三百多個人死在裡面 304個人死對不對 對 後來大家就慢慢就講 诶 四月号哪有召唤 而且后来有出了一本书叫做谎言 就是当初的潜水员出来讲的 我说出来救难 人家讲说在现场来了 五百个潜水员在救难 后来都说全部都在说谎 这些潜水员 你不要说五百个 到了现场有多少个人不知道 至少上百个吧 下去真的下去的只有五个人 五个人 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告诉你错误的地方 南韩的潜水员 等到我们说有装备在现场等你人来 不是 你要拿了装备赶到现场去 他一开始就告诉你错误的地点 等到他们真的赶到那边的时候 他告诉你说 所有的人不能靠近 为什么不能靠近 就是趕快救人 他们不让他靠近救人 所以才会说 即使里面的三四百个学生 一直发讯号 告诉人家说你看我们躲在里面 现在船水已经进来了 船已经倾斜了 对不对 大家看着这个 眼睁睁看着这个 还是让船就这样沉下去 三百多个人就葬身在这个水里面 所以后来慢慢大家就有讲说 其实这个好像跟当时的总统 普景惠有关 因为他的那个闺蜜叫做崔顺石 有没有 永生教的教主 而且你知道吗 四月号发生传难的那一天 刚好是他爸爸崔泰明的那个季日 对啊 所以人家就后来讲说 为什么会现场救援 而且你知道普景惠更夸张的是 十点的时候清瓦台已经跟他报告 有这件事情了 说他到五点才在现场现身 这中间神秘的七小时 普景惠到底在干什么 对 而且他到现场第一句话就讲说 这些学生不是都有穿救生衣吗 人有这么难找吗 他竟然把这个事情撇得一干二净 所以后来人家就慢慢就讲说 是不是普景惠跟崔正石弄了一套 叫做活人献祭 为了要让永生教的前教主崔泰明 能够在这个活人献祭的情况之下 能够死而复生 所以难怪现场那么多军警 不准他们下去救援 对而且他们有合理喔 很多潜水员后来下去救援的时候 他才告诉人家讲说 在这么深的水里面 他们什么都看不到 而且手伸出去 只能用手摸的那个学生的尸体 而且慢慢一次一次的把它拉上来 所以每个人说告诉他说 下去的话不是阴暗的海水 让他们看不到他的视线 而是他们的泪水 让他们看不到所有的东西 好那接下来血月的话 我说4月15号发生血月 对不对 4月18号圣母峰也爆了 当时史上最惨的那个超级雪崩 而且这个时候16个人死亡 隔年更夸张的是同样的附近的地点 因为尼泊尔的8.1规模的那个地震 造成19个人雪崩 其实这也不叫雪崩 这叫冰崩 因为那时候所有的冰块 他们讲说这种成年的冰块 竟然这么大的一块就落下来 而且当初死状很惨的话 因为那个冰穴 都跟每一把那个飞刃一样 所以当时他们去救难的时候 后来他们决定不把这些人运下山 为什么 因为干脆就在那边安眠 否则下来的话 那个尸体的话残缺不全也不大好处理 好了 4月18号 墨西哥也发生了7.2规模的地震 强震对不对 100多栋房屋倒塌 幸好这次地震是没有造成很严重的伤亡 死伤人数是不多 那再讲过来 真的不平静 对 刚才讲到雪月对不对 苏南地区刚好就在3月10号 发生了第一个雪月 那除了雪月之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什么 日环石 同时出现在2020 对 6月21号大家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台湾很多人 还在看那个日环石 对 而且那时候这个字的日环石 是很最大的一个日环石 所以很多人在脸书上不是po吗 对 干嘛去看日环石 哪一条橡皮筋这样的话 放在一个黑色垫子下面 就是一个日环石 为什么 因为这次日环石说实在话 是整个太阳被遮住的大面积 你知道吗 日环石当初李淳峰的以示战里面 就讲过说 日环石如果少半的话 是诸和王国师弟啊 就是诸侯 可是你如果到了一半之后 国有危难 这个国家可能就会请父 你知道吗 那如果是日环石大半的话 日食大半的话 君王 国王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这一次的日环石 刚好就是这么严重的日环石 是不是预示了中国 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2月14号这一天 这一天是农历还是在正月 对 竟然在湖北河南 出现了雷打雪 你知道吗 人家讲说正月打雷 骗地贼 就告诉你说正月如果打雷的话 今年的那个国家的话 会到处会有一些 所以跟对照 我们之前讲的刘伯恩悲剂 各地起狼烟 对 所以这个是不是今年 就预示着中国大陆 可能会各地有民乱 或者有暴动出现的话 这可能就有这个问题 预示 可是你看6月26号 这个更惊悚 对 已经端午了 对 居然下冰雹 北京跟河北下冰雹 下了冰雹有就算了 对不对 还长得很像武汉肺炎 你看 对好像那个普遍的病毒 一模一样 那个冰雹 还会生母带角 一支刺牙 你说是不是老天爷在警告 所有的跟你讲 都已经告诉你说 这个就是中国 到底做了什么 慌乱不羁的事情 慌乱不羁的事情 让整个 连那个天 都要下这个东西来示警 中国千万别再干坏事 害死自己 对 那刚才讲说雷达雪 对不对 今年更夸张的是 国立的7月2号 海南岛下7月雪 海南岛耶 大家记不记得 《光安经》圆曲里面 有一个叫痘儿渊 有没有 痘儿渊 痘儿渊的渊 对不对 所以他当初死的时候 他雪溅白链不沾地 就是弄了一条白布在地上 雪溅是溅在这个白链上面 不沾地 对不对 而且什么 下雪三尺 掩埋无声 掩齐尸 就是你这个下雪要下三尺 把我的尸体遮起来 果然下了两个月的雪 所以你看这个 是不是冤情很大 否则为什么还能达到七月 还在下七月雪 六月雪已经够可怕了 七月雪一定是更可怕 对不对 那其实说实在 很多预言告诉你说 中国大陆今年非常不平静 惨啊 那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 黄吉帝母精 什么刘伯温悲记 还有什么隔安语物 什么东西乱七八糟 现在还有一个叫马前客 朱葛亮 朱葛亮写的 这马前客总共有14克 对不对 那现在前十克 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你 事实都应验了 对不对 而且这个马前客有一个特点 第一句话就告诉你 现在是什么朝代 你看 像第八课 第九课 对不对 他就告诉你说 日月立天 明朝嘛 第八课 日月立天 明朝啊 对不对 那第九课是走 应该明朝接下来清朝嘛 对 他就告诉你 水月有主啊 一个三点水 下面是月吗 有主啊 清朝 天哪他那时候就写到这里 好准喔 对啊 那第十一课 第十课当然是民国嘛 第十一课告诉你说 有四门炸壁 四门炸壁 这个四门炸壁 有用两种解释 壁就是伸展出来 四个门 本来是一个口嘛 这个好像是一个四个门 四个门 都通出去了嘛 哎哟 对不对 共啊 就告诉你说 共产党 真的耶 突如其来 突就是中国以前 这个外患 全部来自于西北外疆嘛 对不对 突厥 突厥 所以告诉你说 这个有外患会侵入啦 对 好那可是我们再回来讲 四门炸壁 我的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 四门炸壁 这个四门 告诉你东西南北四门 就是黄金 金城 对不对 炸壁 这个壁啊 复壁有没有 哎 你这个国家不是皇帝要起来 大家现在都讲说 习近平要当习皇帝啊 所以你这个经济的地方 要开始复壁啦 对不对 突如其来 当然就是刚才讲的 外患就来了嘛 那接下来这句话 最最最最好最好玩 最有意思的 沉鸡一生 大家觉得沉鸡 啊鸡本来就早上叫嘛 对不对 对啊 就把他派去下午晚上叫啊 对不对 那问题是你有没有发现 沉鸡一生 你如果把它看起来 这个鸡的话 如果是一个羽毛 羽嘛 鸡不是羽毛吗 对对羽毛 那习近平的习 是不是一个羽毛 对 下面再一个白 白 东方大白 就是沉鸡啊 啊鸡叫的时候天亮 东方大白 所以羽白就是讲习近平啊 哇 沉鸡一生 齐道大衰 就是说习近平上来之后 羽白 对不对 就是告诉你 只要习近平 越狡越大声 那你的那个整个市运 中国运势的话 就开始大衰 你是有意思的 其实是真正的 很多人 你行了